二九年一个美国女作家提出来的 就是一个母亲一个女性 该不该有一间能上锁的房间 我们在妈妈这个身份之外 能不能有自己的事业 能不能有自己的空间 甚至不是事业 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需求 我们自己和自己相处的时间 当然我是觉得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每周周末有一天晚上八点钟 就他们快睡觉了 我就会出去打球跟朋友 但是我的儿子他六岁 他很可爱 但他就问妈妈你必须要去吗 我说我很想去 他说You want to but you don't need to 我觉得好无力反驳 但是后来我还是告诉他 我说妈妈 need to 因为这是我真正喜欢的是 这个很重要是因为 它会带给你更多的情绪上的稳定 现在流行说的松弛感 然后带给整个家庭一个松弛的氛围 我觉得这个对小孩的成长也很重要 而且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当母亲包括父亲的这个过程 其实是一个放手的过程 从一个你全天后照顾他到慢慢的 physically他不需要你的时候 到最后青春期他的mentally 也有慢慢的和你分开的那个过程 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自己 我们才肯放手 才能够在放手以后我们还能成为自己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小朋友能够感到 家长给他的空间 他不觉得累疚 因为我离开里了 我的成长造成了妈妈的失落 我很累疚 所以我觉得母亲们都给自己一个可以上锁的房间